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头的频道 今天呢这一期是一期背包分享 是来自NioSmart的Arrive NioSmart Arrive呢通体呢是黑色 有点商务休闲的意思 体积呢18升 适合日常通行和短期餐旅 整体的材料呢用的都是防水的面料 这个触感真的绝了 对方整体呢分为主带和附带两个区域 主带呢就是这个最大的区域 可以方便放置一些衣服 主带两遍呢分别设置有放置手机 或者是移动电源的侧带 并且呢另一边 有魔术阶风筑呢就是可以放置笔记本的区域 最大尺寸呢可以支持16寸的笔记本 并且呢还做了缓震措施 防护呢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附带的话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带拉链的部分 每个部分呢都还有分区 如果要把全部算上的话 应该有九个可以放的东西呢就非常多 数据线呢耳机呀手机呀 读卡器呀笔呀之类的通通都可以放 两个侧带呢还有一个是防水的设计 应该是可以放雨伞 因为它还设置了一个排水孔 应该是排水孔吧 口袋部分的话总的就这么多 基本可以应付短期差旅和通勤上班 所有需要带的物品量 讲完口袋部分我们再说一下细节 肩带拉链以及车工细节都非常不错的 这个提手部分呢也是专门做了一个加工的处理 内侧和人背部的接触的部分呢 还做了海绵的凸起一体成型 在夏天背呢也是非常的舒服 提高了舒适性 并且呢也是有心理箱的固定带 并且背带的材料是真的非常的扎实 应该是一个尼龙的材质吧 哦对了 这个包顶部呢还有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开口 这个开口呢其实就是方便拿取呀 或者是放一些东西的设计 并且呢这里的锁扣呢是采的是FIDOCK的磁吸扣 整体的设计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硬挺 坚固耐用并且还是比较整洁 商务休闲两不误 所以呢这么一款大的背包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了这就这一期关于拉链 Smart Arrive双肩包的全部内容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